天空熊田 親愛的天空熊田 就屬實想來造一下這個殘車 阿貓喊殘車 招招走 有475了可以可以 第三個臉上寶貓 再吹一下 車子走 走 走了 最後一盤水上遊牧 A4G遊牧杯 晉級4強戰 教練這邊大海直接開起來 直接在這邊鬼燒一波 現在PY的是沒有任何提醒 他是0喔 0喔 拜託微軟過來看一下 後面的工作人員過來看一下好不好 大千一波 來來來來教練盧州幫9點 阿羅斯這裡不行了吧 136吋而已耶 136吋台180打得贏嗎 這5軍是台102打得贏嗎 台GG了 好 那我們來轉播 台灣選手 目前當今也許是他 全台最強 天空熊 對上俄羅斯目前天梯排行第80名的俄羅斯好手 但是這裡的圍超 但是這裡的圍超 天梯排 天梯排還是有圍超的選手啊 四隻 五隻 神鋁大堆 換到六隻神鋁但是寶兩個掉了 要直接參車進來了 要直接參車進來了 參車直接無視提示要進來了 哇 GG 哇 這盤我們的城堡被拆掉 我們現在城堡被拆掉 哇 GG GG 最終Amigos以4比1 Amigos以4比1 打下這次的冠軍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今天台灣時間的3月10號晚上的11點35分 那今天非常重要的比賽 世界國家杯黃金聯賽的第10集 回到了我們台灣隊的比賽 對手這裡上來了 戴幾村 2P加4P 一起上來 雙登錄 好 墨西哥確定雙登錄 哇 現在這個4P跟2P 2P他是一個外加 但是外加來登錄的局是非常少見的喔 外加來登錄的局非常少見 2P來登錄 雙射箭場越南 不打海來打陸敵 對手的戰術 雖然跟加拿大隊一樣是雙登錄 但是他們是一個外加打海主 登錄 是一個變化式的戰術 然後現在台灣隊是領先12村 海上的話 DS這裡有一些小優勢 因為對手是直接打陸敵 那打陸敵的情況下 現在就是要靠天空熊跟雲大稍微夾一下陸敵 夾一下陸敵的 那雲大這邊已經先點城堡 等一下出騎士先幫忙天空熊這邊解一波 哎 直接拉那麼多村民上來打了 這一波 有點急啊這一波 那2P這邊這一波打到天空熊蠻多的喔 天空熊剩25村了 村民樹有點稍微被拉近 來這邊稍微繞一下 上了嗎 沒有這邊長兵有五隻 沒有上 還在等 等一擊房 哇不對喔 這邊KINGSTONE後面有兩個馬舊喔 這裡再不趕快解不行喔 這邊對手這裡要上城堡了 哇這一波要趕快解掉 哇這邊前置越來越大的土喔 不行不行 這裡有腫瘤喔不行 哇現在這一波喔 這個腫瘤真的是越來越大了 KINGSTONE這裡點二級房 加工兵加槍兵加僧侶加頭車 城堡有的東西都有了 加雲大出大量騎士 一個人解嗎 解得掉嗎 這一波衝上去這一波解得掉嗎 這一波我方騎士20隻 打人加18隻 加21隻工兵 哇這一波 決定要上 後面有兩台同時車 還是這裡KINGSTONE的空兵 哇這邊雲大把全部的工兵都清掉 把騎士都清掉 一波掃臺 哇這邊雲大 感動了這一波感動了 那剛剛打海的情況下 為什麼我們海城堡會輸 也算正常喔 因為DS已經被亂到 小葉那邊我沒有看到 小葉這邊我沒有看到 但是DS這裡如果假設剛剛海被繞進來 我覺得是OK的 這邊喊了一個暫停 啊 DIS PC turn off 誰 幹你老司勒 又怎麼了又斷線了 現在是墨西哥網路的問題 現在是墨西哥網路的問題 填字被解掉 你媽斷線 又想給我幾針 每次都有 每次都有這種怪怪的東西 我看一下喔那個 DC怎麼說哈 你們等我一下哈 我去了解一下 你們等我一下 呃 打半天剛剛 沒有準到檔喔 好各位 生氣歸生氣 比賽 因為不知道什麼原因 裁判說的算 那裁判說的算 我們沒辦法 因為我們不是主辦方 331吋打390 已經到貿易線了 已經沒有木頭了 有木頭 挖不到 這邊騎一隻劍塔 但到最後一刻 哇真的沒木 哇這裡台灣隊 含出了一個GG 墨西哥 在遊戲時間 一個小時 7分4秒 先打第一塔 spaceship 3 2 5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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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2 3 那這集直播呢 首先 感謝所有觀眾朋友們的支持 那今天是台灣時間的6月11號 那今天稍早之前呢 我與天空熊還有 我們重要的廠商之方 三方有在 桃園見面 那 那 簽訂了一份 很重要的合約 那 在經過大家 這個深思熟慮之下呢 我們決定要來執行 台灣應該是 世紀帝國 歷史上的第一份 全職的 電競選手的合約 那接下來呢 會由我 來做代表 在這一集的直播裡面 詳細的跟大家 講一下 我們的來龍區曼 好 那我們今天直播進入到我們的正題 首先感謝 雲大願意 給我們的團隊一個機會 然後來擔任我們的 世紀帝國的團隊 那也就是說 以後熊呢 是可以正大光明的 找這個 雲來做資源跟這個檢討會 今天有我們全新的 選手加入 就是我們的團隊 那一位呢 是大家已經都認識的 是 Z40 那接下來 今天還要發表 第四位的玩家 第四位的玩家 那第四位的玩家 他目前 沒有直播 但是經過 算是 我穩定的觀察 我認為 他是非常 有這個潛力的 那麼就是我們 世紀帝國的 這個知名的 DC社群 叫做 世紀社畜團戰 的這個DC裡面的 油布丁 簡稱布丁 他是我們 第四位的 TAG 全職的選手 我們 很感謝他 歡迎 布丁加入我們的團隊 感謝你 那選手部分呢 今天就是歡迎 Z40跟 布丁加入我們的團隊 目前我們的團隊 總共有四位玩家 已經成型了 那接下來再講一下 我們團隊的名字 叫做 TAG 如同大家直播 方便看得到的 藍色是 左邊 紅色在 藍色在左邊 紅色在右邊 那這也是取決於 台灣的國旗的 顏色 藍跟紅 然後 未來 可能會出一些 戰隊的衣服 一些周邊 也許會 然後會有不同的 款式出現 未來還有一些 消息活動呢 目前直播沒有辦法 完全確定告訴你們 就是跟 一樣 有確定了 我會再發布消息 給大家知道 有預計合體的第一場比賽 有預計合體的第一場比賽鎖定什麼時候嗎 有 接下來在9月底呢 有 3打3的遊牧團戰比賽 那個是為我們 這個 隊伍 第一次成立到現在 四位玩家 湊琴 可以有一段時間 私底下團練的時間 那那個遊牧比賽呢 應該是 我們 TAG 第一次參賽 以TAG名字 第一次 正式四位選手 替補 上這個 上這個比賽 9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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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 今天台灣時間的9月19號 晚上的9點整 那今天帶來的轉播是 由我們自己的台灣的隊伍 台灣TAG 對上 法國 狐狸隊FOX 那剛剛開場是沒有介紹到 這個表演賽的獎金呢 我們是有出一半的 我們是有出一半的 那希望啦 我們的選手也能把我們的獎金給留在自己的口袋裡 哎呀呀 可以包到嗎 包到 喔 包到 喔呦 兩下 喔呦 喔呦 現在這邊第一波神旅 有吹到騎士 驚奇兵嗎 沒有 高到一隻 但是騎士衝上來 OK這邊直接解掉 哥德恩直接衝進來 死了無憾 直接死了無憾 哥德魏瑞還沒有進入但是搶先先刮一波 現在後面的調整人2P 已經點到裝裝格子馬了 但是他現在的兵 目前日子已經在這邊 在這邊 在這邊搞魯翹一波 這邊蒙古人也幫忙射 但是盡可能拖延時間 調整點遊俠 馬鈴點遊俠 遊俠很硬 但是先把他兩下收掉 對手6P崩了 對手4P也崩了 對手只剩2P GG 希望今天真的 選手們 能把我們提供的獎金給拿在自己的口袋裡面 好 第二盤是水上游牧 現在教練城堡準備上來 德巴斯林這邊上來 但是 兼換他寫一波 這邊米海的漁船在外面開吃 米海在野外開吃 因為他裡面已經沒有漁了很正常 這張圖真的漁很少 所以為什麼要 還是要走到營運去 就是因為這個漁很少 漁點很少啊 你要在開碼頭吃這個小小的漁 其實不容易 我是不是前排要出 他們覺得現在他們可能是後排輸出不夠力 所以配個三後排沒前排 沒圍巾他們配置 我覺得有點亂掉 這邊炸船 盧州 盧州9點沒有被炸到 屁股甩了一下 沒炸到 GG 哇恭喜台灣 第三盤呢 我們的秘密武器 布丁 上場 布丁他打國際賽 沒有什麼經驗 他是真正的素人玩家 出道 所以他的比賽數據呢 我跟你講全世界國際選手 沒有人知道布丁他的數據是什麼 他是正式第一次參賽 第四盤現在在下路 常攻兵 兵量很多 布丁的話 不要再被殺到就好了 現在其實 很快有機會上來回農就好 現在其實先屌桿一波 翻進來 現在 伯國人剛好沒有城堡 直接刮 直接刮爛他 現在這邊的投石車 解掉之後 分數反超 熊這裡一個人4900分 但是他的隊友 目前很慘 目前隊友很慘 哎呀 這個就是我要的團隊的氛圍啊 選手一隊一力面 一定有強有弱 打野團主播肯定會開噴 從來不開噴 從來不遲到 但是作為一個職業的團隊 我們絕不開噴 絕對是 隊友同樣都是一條心 現在 GG 看樣子我們今天歐元也有機會把他全部都拿走 3比0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今天是我們台灣時間的9月19號 晚上的10點25分 第四盤 游牧 正常的游牧 我先跟你們講這一盤是我這次比賽最關心的 游牧到底能不能贏 這邊投石車 救贖思想TC 這裡要爆炸直接開進來 教練村民直接蘆洲幫上去打這個聖女 喔喔好像村民還蠻猛的喔 不吹一波 聖女被村民扁死 這邊吹那個投石車吹到這邊只要低強 教練的頭車沒有掉 哇靠MVP是教練吧 那也是一個關鍵 頭車有嗎 蘆洲9點 蘆洲9點的投石車今天超猛的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教練回村 那現在230村打213 馬姑姑有85村 馬姑姑有85村 18點也有80村 所以天空熊等一下又是要1打2 但是曲折肉絕對有能力1打2 教練 教練 這裡是對手家裡 教練蘆洲幫 蘆洲幫你逃到法國巴黎去了 最後期的最後期 錢沒啦 本書被甩開 一下子瘋了 GG 在場真的是惜敗啊 惜敗 好 恭喜法國隊 今天我們的開幕表演賽 台灣TAG打法國FOX 來到第5盤 教練跟 Z40在這裡 熊在這裡 我怎麼感覺T4路很差啊 現在這邊 18丁 18丁直層 熊跟馬姑對換 來救一下天空熊 他只有 19村 18村 這邊也在打 用山村 哇這個塔是怎樣 在TC旁邊 這裡有兩隻小公 天空熊 哇法國隊好像對於這個台灣的傳統文化 三隻香 看來是沒有來拜拜過 台灣香爐 兩隻塔 再一隻 高棉過來了 可以 可以修理了 TC爆了TC爆了 Do we have a chance? No 呵呵 大香爐戰術 死去 馬姑出來 GG 拿一份金紙 被插爆了 哇 恭喜TAG 再拿一盤 4比1 米海被打到關台 西頭登場了是不是 哇 米海被打到下場了 八國隊長要上來了 今天的 國際賽 A4G 開幕表演賽 台灣目前4比1 巴士頂 被都一個寶 哇這一手海 這一手海很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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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手海真的很關鍵 我不騙你們 現在西頭 西頭不知道要怎麼弄 現在馬姑姑被輾到 喊GG 恭喜台灣隊 在擁有法國隊最強選手 西頭 上場 的對局時 一樣拿下勝利 5比1 哇 恭喜台灣隊 這邊我們稍微休息3分鐘 馬上好了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們今天台灣時間的9月20號 凌晨12點20分 我們今天的開幕表演賽最後一盤 真的沒有想到台灣可以 不是我自己吹是真的沒有想到 而且打到西頭隊長上來了 真的很感動啊 每一天付出努力真的很值得 好 最後一張圖囉 可以了可以了 這個今天已經很棒了 5比2 而且這一場在我的視角裡輸 我覺得很合理 恭喜法國隊 5比2 寂寞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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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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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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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遊戲時間19分09秒 秒殺了對手 緊接的是我們第二排 阿塔卡瑪四虎版本 現在固定在這邊 機動小隊在這邊擄一波 唉唷這邊怎麼有傳記憶 靠腰啊這邊怎麼搭搭的玩傳記憶啊 魂了一波直接殺過來 措手不及 沒有一次來一隻一次來一隊 哇靠這個東西 4P會爆炸喔4P 起飛然後起飛 喊GGGG秒殺 再打一下 GG 哇 恭喜台灣 我們TAG 直接2比0收下勝利 直接晉級到勝部第三輪 勝部第三輪 有機會是遇到阿根廷或者是 ACCM 最高級戰鬥機 比較有機會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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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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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